可以专身和大家看看整個客廳 其實這個客廳在95名來說 真是超級超級超級大的一個空間 可能你身邊就有不少朋友 一百七十一百八十萬 買這一隻這樣的景觀單位 但是如果今天你打過來街市的電話 只需用到的一百一十幾萬 不到一百二十萬的價錢 就可以入手一個這樣的景 說真的你買個景都值得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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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on 今天又带大家来看询 今期珠海降價樓盤非常之多 这个樓盤非常重要 因为大家都清楚 珠海一个环境各方面非常舒服 都是被评认为我们中国最移居的一个城市 基于珠海首先靠内海 同时山、河、江是特别多 它沿着这些景观路线是做得特别好 而且珠海的近20年的一个发展 都是依赖着景观的工程去打造 同时将道路景观工程放在我们整个 珠海市的发展的首任里面 所以近20年一直相计下来 其实珠海这些景观房的推出特别多 同时珠海有两条非常之大型的河道 第一个就是大家没猜错 就是我们拱北口岸一出来 港珠澳大桥转弯一下来的前山河道 其实有很多零几年的观众朋友 可能相信更多澳门的观众朋友 就了解得特别多 因为前山河以前身为一条臭水沟 由珠海的华发集团盘下来 重点规划打造整条前山河 令到前山河两旁的楼价直线上标 想当年前山河隔离的一个烂地 就是如今的我们珠海富人区南湾片区 当年在说04-05年房价还保持在3000元的阶段 基本上珠海人都非常抗拒南平的地块 都会觉得南平就是工业区、厂区 没有什么人气 而且没有什么环境可言 但是摇身一变 来到如今的二、三年 整个南湾片区的楼价 最贵最贵 看着前山河境 足足高达7-8万元 是不是很恐怖呢 说当年一套单位买下来可能30万 现在30万放在南湾片区 一个车位都买不到 车位都要成35万起步的价钱 十分夸张 说下第二条河 第二条河是我们斗门的母亲河 黄洋河 其实由16年17年开始 整个黄洋河两岸依然由华法 再到我们的世榮 再由时代保 时代以及保利 坚持去发展整个一河两岸的工程 打造一河两岸如今的生活圈 直至今年二三年 其实整个商业体 以及整个斗门的一些服务区 大型的商场 商圈 以及我们的生活配套 学校、医院 以及未来三年内会员工的一个城轨站 都会落户在我们整个斗门的黄洋河两旁 但如今其实整个黄洋河可售的楼盘 以及单位极其之少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回 相对稀缺的河景单位房之 河景单位房 而且这个盘很劲爆 前期卖得非常火爆 如今所剩的单位已经不多 其实推出仅限仅是四个月的时间 但因为只有一栋单位推出 销售量十分火爆 现时开发商推出了几套工底房源 究竟是什么工底房源 大家想知道工底房源这四个字的含义 都可以致电到家有起事 安排专业的同事和大家一一分析 说回今期的单位 这批工底房源最优惠最优惠的价钱 可以给现时前期发展商在手 足足优惠50万 千计说一百七十几 一百八十万的单位 如今一百二十万就可以拿下 如果考虑小单位的观众朋友 其实一百万出头就可以拿下这套珠海 河景房 而且还带超一级的物业 究竟是什么单位呢 对了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看到这里 已经猜到Iran说的什么 就是我们时代水岸 海越湾这个单位 现在事不宜迟 立刻和大家通过画面 去和大家介绍这个漏款的情况 现在我们上到现场 看看我们0607的单位 它是一个镜色单位 我们现在看看07单位的整个格局 07单位现时还处于一个 无坯状态 清水楼状态 但日后发展商会加装给大家 一进门 其实它是我们的餐厅 客厅 以及我们的厨房 整个项目的话 其实它更加多 大家可以上到来 看到的景观资源 是绝对一绝来的 这个景观资源 现在在整个珠海 其实真的很难再找到 而且因为它是靠河边 发展商交流时 已经为我们很大众的 港大市民 我们的观众朋友 解决了一个很厉害的问题 就是封窗的问题 因为很多香港的朋友 其实一回来大陆买楼 无论买哪里 先要了解什么 那个窗外不可以封 封大概要多少钱 那时代发展商非常深入 民心 都很清楚大家 当然都是因为这个 报件的问题 已经封好窗 大家日后一推出来就很舒适了 看完整个河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S型的弯道 再加上整个零測户型的景观 是非常之正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尖峰山公园 整个尖峰山公园 和整条黄阳河道 现时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正下方这里是进攻的 已经在动工的一个公园 观光塔等等的形式 下面一落小区一落楼就是一个生态公园 林江边就是我们整个斗门的情侣路 都是我们一河两岸的工程 再看过去左手边 侧望过去 还可以看到我们白藤湖 当年白藤湖 右手边的一批楼 好像现在卖的电力佳和城 以前的五周家园 甚至我们的恒大崩江左岸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 应该都还记得 这几个疫情前 甚至疫情阶段 还会卖的单位 其实已经是接近两万元 便宜的去到万三四 贵的已经是有业主 以两万二左右的价位入手 甚至我们的江南岸 都是看着我们这个整个白藤湖 的一个湖景房 是足足要去到 成两万三的高价位入手 现时对标我们现在这个楼盘 时代的这个景观 其实看着同一样的东西 但是价钱差距非常之大 所以现在入手 其实真是正好的一个时机 我们现在再去看整个单位的情 整个单位的情况 整个单位大家可以看到 靓仔的景观 客厅、餐厅都是一个 九十多平方的标准设计 标准尺寸 接着来到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现在的厨房 整个厨房都是中规中矩 舒适度还可以的 两个人在这里 如果加上厨柜各方面 是可以两个人在这里煮饭 各方面都没问题 接着来看看就是我们的 两房的空间性 首先看看小房 小房是一个标准的两房设计 的空间 可以放得到一张米5床 和一个衣柜是却却有余的 接着两间房 正中间就是我们一个 公共卫生间的一个空间 现在霧气状态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一头无水 看回来就是我们主人房 首先主人房的景观 不需要多说 主人房和我们的露台是同一个朝向 都是正朝南的方向 所以它的景观面 依然是保持得住 整个景观都是非常舒服 非常靓仔的 基本我们周边的一个景 都不会有任何的遮挡 周边的地块都不会有高楼层单位 再去搭建 我们正前方一直看过去 除了刚刚说的这块 在做的地块之外 再去到最远方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斗门的一条饮食街 一条食街 入边是非常之丰富的 甚至很多我们观众朋友仔 其实都会了解到 好像喜欢了解喝茶的文化 这个位置有间叫做渔满人家 首先好吃是首要的 而且叫做大件 还要很便宜 这样就很多人喜欢 未来说一落楼 步行五分钟 就去到这间餐厅 去吃饭 喝早茶 喝下午茶 甚至吃晚饭 都一应俱全 现在立刻和大家看多一套大单位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02单位 02单位是唯一一个 看不到何影的单位 如果是想看这个位置 买回它的投资出租价值 02单位是非常之靓仔 95平方两房两厅一个卫生间 格局非常之方正 首先一入门口 会有一个圆关的位置 给大家摆放下櫃 而且不会正望着整个客厅 餐厅 尴尬 所以圆关位 其实在风水壳上来说 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然后我们再转进来 会看到我们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半开放式厨房 搭着我们一个餐桌 整个餐厅 空间是非常充足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其实会发现 回到大陆买楼之后 做远装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设计师 喜欢和大家说 在整个餐桌旁边做的餐边柜 这个空间足以给大家做个餐边柜 在这里做个餐边柜 摆放些餐具 酒杯 和红酒 洋酒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之舒适 非常之靓仔的位置 接着再看我们整个厨房 其实厨房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由这个位置 发展商做了一个样板间 做了一个开放式厨房的设计 半开放式 正常呢 这里有牧场到来我们这个位置 接着做一个烫门的交流标准 给大家的 但是如果观众朋友 不是说太多 在家中意爆炒 是吧 超油烟的饮食 都喜欢叫一下外卖 是吧 或者是煮些小食 其实都不需要说完全开放式 如果你说要做全开放式 还不如花点钱去做 如果喜欢不需要封闭式 想做开放式 扩大整个餐厅客厅厨房空间 其实整台帅小小的抽油烟机 可能还会更加舒服 接着呢 我们再看整个客厅 可以转身和大家看看整个客厅 其实这个客厅呢 在95平方来说 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空间 那么我们看到了 首先 现在一个70寸的电视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 看上去呢 其实的舒适度都依然是很高的 同时呢 它是很阔落 空间性很正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大家会发现 其实它是一个做了我们这个封窗之后呢 将个露台位移 将整个客厅移出来露台 空间性就很舒服了 那么这套单位 02单位呢 身为我们这么多套单位 全层七套单位呢 唯一一套没有何景的单位 所以其实它的价钱是非常优惠的 这个单位非常优惠 但是呢 它的租值呢 是不会输蝕过我们的何景单位 所以如果考虑投资角度出发的观众朋友呢 其实这个单位呢 是很适合大家选择的 那么大家看到了 虽然它没有何景 但是只需要我们买回高些少的楼层呢 其实它的景观面呢 都是没有问题 首先呢 由彩光的角度 它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那么同时呢 它的通风效果是ok的 那么而且呢 它可以看到了 基本上周边呢 不会说出现一些大型厂房 或者我们的垃圾站 又或者一些工地的情况 那么大家可以放心了 这个景观面呢 有七十年的永久保障期 周边的一些建筑物呢 基本上是短期内 它不会拆迁 都可以算是一个半永久性的景观 那么跟着呢 我们可以看回这个单位呢 户型呢 都是以一个 动静去布局 动静分区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两间房间 中间呢 都是一个卫生间 那么现在呢 大家先看看 卫生间的空间格局呢 都是很足够的 那么首先 林浴区 马桶 工作台 和这个镜柜呢 都是一应俱全 非常之齐全 那么跟着呢 看回我们那边的房间 左手边的房间呢 那边的房间呢 景观面就和我们露台一样 那么而且 房间的空间性 都是很充足的 那么一个 米8的床 再搭上一个大衣柜呢 是卓卓有余的空间 而且我们都还可以看到 另外一间房间 那么另外一间房间 相对就会较小一点点 而且他那个 整个飘窗台呢 其实是会对着对面那个 酒店的单位的 那么就相对可能在这个环节呢 会有些少尴尬了 需要大家日常呢 会多些去拉回窗链 但是呢 窗链拉到这个位置呢 露出这个90度角呢 他都会有一定的彩光 同时他的通风效果 他开发箱的设计 非常之正呢 就是他将这个位置呢 预留了一个窗 那么其实当你拉到这里的时候呢 对面就已经看不进来 你都看不过去啦 那又不影响你开窗去通风透气 所以其实这个呢 就都是ok的 那么空间性来说呢 就可圈可点啦 该有的都有 但是呢 就不会是十分大 一张米八床之后呢 紧如的空间 刚好放两个床头柜 加一个衣柜的位置 那么这些呢 就叫做刚刚够洗 就不多都不少 那么我们现在呢 看完这套单位 立即去和大家看过 最大色的户型先 01户型 111平方 三房两厅两位 是啊 这套呢 都是很多观众朋友喜欢的 南北通透单位 同时呢 整个海月湾紧如 景观十分漂亮 同时都是一个三房的户型 那么现在我们设计师哥哥 不是我们的摄影师哥哥 立即和大家走走整个户型的格局 他一进门口都是一个圆关位 他又内有圆肌 因为呢 大家直走过去是一个圆关之后呢 门后边原来是个鞋柜 真是你想都想不到 他门后边原来有圆肌 跟着呢 整个单位设计 他本身呢 我们的一进门 左手边的位置 是一间房间 开发箱呢 就把它设计成一个书房 我们再看回呢 再转身过来呢 就是我们整个客厅 都是一样的情况 就将个露台是打了 都是帮大家封好窗 就将客厅是做得非常之大 跟着呢 就来到我们整个厨房的位置 那厨房呢 是将它做了开放式厨房 都预留了一个餐桌的位置 那交流的时候呢 这个是一个烫门的情况 那这个位置就会成为了我们的 如果你不做开放式厨房呢 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拿来做个餐厅了 对了 跟着呢 看整个景观面呢 是很英俊的 这个单位的景观呢 是绝对绝对不输舌于我们 我们细单位 两房单位的景观 他依然呢 甚至他望白騰湖呢 的方位呢 更加大 同时 我们整个斗门度假村的景观呢 是完全一览无疑 全部都已经是修于眼底 都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整个景观面看下去 除了水景就是绿化 所以是非常英俊 非常舒服 这个S型的水道呢 都有水为财 水为财 这里刚好有个闸口呢 那也是一个招财的 英俊风水位 那跟着呢 我们再看一下整间屋的一个布局 就是三间房间 和一个卫生间的布局 搽看 如果每天都躺在那裡 看著這麼英俊的景觀 這套單位如果跟你說先值百多萬 一百二十萬可以用一套這樣的景觀單位 如果放在香港這個景觀要多少錢 現在是超級優惠 最後五套在九月中旬即將推出這五套工程房源 說真的錯過就不會再有這樣的銀碼 可能錯過這五套單位觀眾朋友 又要買發展商正常房源的單位 一套單位在正常房源一套的景觀 足足要一百七十萬一百八十萬 可能在這幾個月如果你聽到朋友 買了珠海河景房可能是這套 可能身有不少人一百七十萬一百八十萬 買這套景觀單位 但如果今天你打過家有喜事的電話 只需用到的110多萬 不到120萬的價錢 就可以入手一個這樣的景 說真的買個景也值得 我是Iran 記得連席家有喜事 拜拜